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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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朋友大家下午好 中拼五十三直播教室 台灣大小事 今天邀請到我們台灣大小事的第三位貴賓 汪淑華 汪老師來分享他的故事 汪老師先跟大家打個招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汪老師他有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叫熱愛生命 擁抱希望 我們有附邀提汪淑華老師的故事 汪老師他其實跟中心心村的言人非常深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分享他兩段的故事 第一段是跟他中心心村結言的故事 第二段是他成長的過程當中 他父母給他教育 以及他在未來人生的道路上 有些什麼樣的啟示 那我先跟各位好朋友分享一下 汪老師的這個重要的簡歷 汪老師他是中心心村 第一國下 他練過第一國下 就是我們現在知道的光華國下 還有光榮國下 那他後來大學畢業之後 他回到光復國下任教 那光復國下其實很多人說 光復國下是叫第三國下 但是其實並沒有第三國下的一個說法 所以他回到光復 但是光榮的分校 最早是光榮的分校 然後就是光復國下 然後他其實也練中心中學 因為當時是初中時代 所以你是初中部高中部都在中心中學 後來他到了靖宇大學念中文系 所以他的武學素養非常非常好 那之後他又到台灣師範大學 念特殊教育 又到中原大學也是一樣念特殊教育 那另外台中教育大學也念幼兒教育 所以他一輩子 就是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一直在念教育方面的 或者武學方面的一些科系 那他另外他也是中原大學學習障礙的種子教室 所以他對戴那個人特殊的有一套 那他曾經擔任過 除了曾經擔任過這個 剛剛跟各位提到光復國小的教師之外 他另外也在虛光高中 也擔任過虛光中學初中國中部 他跟高中部都當過老師 那也在沿河國中當過老師 那他在所謂您退休的時候 是在哪裡退休 虛光高中 在虛光高中就是資料室主任 資料組長 那個時候我已經當專任了 當專任 資料組長是其中 其中之一部分 所以你是虛光高中的老師退休 對 所以他很特別他國小教過 國中教過 對 高中教過 所以當過這三個不同階段老師 那離開之後呢 他自己創了一個叫 字邦書衛多媒體有限公司 這是他跟他兒子合作的 還有先生 還有先生 字邦書衛 他先生 徐老師 也是在當地著名的畫家 會有一集 專門分享他先生的故事 那他是 智邦書衛多媒體有限公司的執行長 那另外呢 他自己也是這個 南投救國團古征的老師 古征中國節 古征還有中國節的教師 那另外他也是這個 華征陶食文創工作坊的負責人 所以他也會做陶藝 也會畫畫 那他其實有好幾次開連展 會畫的連展 陶展 他也是南投陶藝協議的理事 那另外呢 他也是南投不導文化會 你是當監視者 沒有 那是 我們不導文化會的話 是全部都是 我們南投縣的 退休的美術老師 退休美術老師 退休美術老師 那另外他也是 這個病友開外協會的志工 所以他其實 他的人生可以說是 非常的充實 非常的豐富 所以我們才會把今天的主題 就這一系列 王老師會跟我們分享 十次不同的故事 那這個故事的系列 我們就給他一個主題叫 熱愛生命 擁抱希望 那我們今天要分享第一段 就是說 中仙新村我的家 王老師我想請問一下 你是在中仙新村出生的嗎 我是在彰化出生 在彰化出生 所以你是跟著爸爸來中仙新村 對 爸爸因為當時他是公務員 從台中市政府調到我們省政府來 那是 王爸爸在 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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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第一批來中仙新村的 應該算是第一批 因為46年省政府搬過來 所以47年是非常早 47 47 所以王爸爸在 47 48 47 王爸爸在哪裡工作 我爸爸以前是在財政廳 在財政廳 對 後來又調到民政廳 那是當主題方面 不是 財政 我只記得最後一個是叫做 新聞聯絡市主任 新聞聯絡市主任 在民政廳嗎 對 是不是在民政廳當中 都要跟一些省政記者 對 很可惜現在民政廳財政廳都看不到 因為921大地震的時候 全部倒塌 就現在的921紀念公園那個地方 就是民政廳財政廳的一個舊子 那所以你當時來的時候幾歲 5歲 5歲 我記得我是大班的時候在一校 幼稚園 當時一校就有大班 有 有幼稚園跟國小 對 所以你那時候應該是 所以你應該是中興一校 因為你去讀書的時候 五年級 就從一年級開始讀 先讀大班嘛 先讀大班 然後結業以後就是 一年級二年級 都在 那個時候是叫一校 一校 那後來為什麼轉到二校區 因為後來 神府又蓋了一批新的房子 在環山路 對 那我們原來住的是在光華寺路 就是 原來住在光華寺路 在一校下面這邊 對 在一校下面這裡 那 爸爸後來有抽籤房子 在環山路那邊算是秉種的房子 那房間比較多 有三個房間 在環山路那邊 對 是在靠中興會堂嗎 會堂後面 會堂後面 對 環山路209 到現在 是是是 晚上做夢還會夢 真的 對 所以你中興的宿舍 你其實有兩間 曾經住過兩個部分的宿舍 對 一個部分是在光華寺路 光華寺路47號 那是一個三層樓的房子 對 它的牆壁是空心磚 所以隔音效果是非常不好 對 像誰講話大聲一點 隔壁都會聽到 對對對 那個是有名建築師設計的 這個我就不很清楚了 因為我們還很小 那時候我們很小 對 非常有名建築師設計的 然後呢 其實後來你 到幾年級的時候搬到 這個環山路去住 應該是說 我們二年級的時候 二年級學期還沒有結束 我們就已經搬到 環山路的這個新房子 所以環山路新房子 那是餅種宿舍還是 應該是 我們家分到 那一排的話應該都是算餅 都是餅種宿舍 對對對 餅種還是餅種 餅 餅種 對 三個房間 三個房間 對 有餅種又有餅種 小一點的就是比較餅種 大一點叫餅種 對 那其實原來那個 就光華四路那個房子 以前有人叫做丁種宿舍 最早的時候 應該是 因為那個只有兩個房間 兩房 對 那我們很幸運 我們住在一樓 住在一樓 所以就有一個小院子 那我還記得小時候家裡有養棋 所以是靠山嗎 你背部是靠山 沒有那個是光華四路 那是光華四路 對光華四路 四十七號 我號碼都還記得很清楚 我們是住在第二排的最後一間 那邊好像有三排嗎 三排或四排 不只喔 好像有四排 三四排 四排 有四五排 所以你是住在一樓就對了 對 我住在一樓 一樓是不容易 有院子 對 只有一樓有院子 對 所以你那時候住在光華四路 然後後來搬到環山路 環山路當時是 背是靠著虎山的嗎 對 後面就是山 所以會有蛇 所以你就人就 所以你就從光華國小 應該當時你就搬到光榮國小 可能是三年級或是二年級 二年級我們把它讀完 然後才 二年級你在光華國小讀完 對 讀完然後才 三年級的時候才正式 轉學到二校 那在還沒有轉學之前 我就每一天跟姐姐兩個人 就要很辛苦 要走好遠喔 那時候我才二年級 腿很短 當時從那邊走 可能要走很久 要半個小時以上 半個小時 反正一大早就 要走路到 你跟著你姊姊 我跟姊姊兩個 然後我記得還有一個同學 三個人就一起走 對 三個人一起走 那但是印象最深的就是說 我和姊姊都還帶著便當 然後那個便當呢 要放在學校的廚房 廚房 對 中午要正便當 對 比較遠到的 那正便當的 我看到那個便當 印象中好像沒有超過十個 那我們家就兩個 你們家就兩個便當 對 中便當不到 很好玩 所以那時候還沒有一個人午餐 沒有沒有沒有 還沒有午餐 不可能 對對對 大家都是回家吃中餐 那因為我們實在住得太遠了 那媽媽準備的便當 然後我們中午要吃的時候 打開便當都會發現 裡面有洞 為什麼 比較好吃的不見 很好玩 比較好吃被出工 不知道 反正就是便當 便當拿到手上的時候便當就少了 所以有人在你吃便當之前 已經幫我先檢查過了 那最常見是蛋不見 不知道 因為什麼東西 現在沒有印象 沒有印象 但是只記得說有人偷吃我的便當 所以你是後來練 你畢業的時候還是叫二校嗎 二校畢業 當時畢業的時候還是二校 三年級的時候正式轉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從一校回到二校的 回到環山路的新家 會邊走邊哭 因為走不動 腿太短 可是還是得回家 所以你可以見證那個 中間新村沒有紅綠燈的時代 坐滿久 沒有 應該是沒有 那當時應該是沒有 都沒聽過什麼叫紅綠燈 因為中間新村的設計方式 有一個就是說 它改變了十字路口的設計 它全部是T字路口 大部分 也沒有電線 沒有什麼看到的電線 所以當時是地下化 所以一開始就地下化 很了不起 我覺得這是中間新村 很值得驕傲的地方 有一說說 第一國校跟第二國校的小朋友 有一點點心結 你兩個學校都讀過有這種心結嗎 有 你有沒有聽過就是這樣子 有 所以你覺得 你是覺得說 哪一個心結比較重 我覺得 我講好的 我覺得光華的 就是一校的同學 心胸比較開闊 比較能夠接納別人 我講好的 對 二校的 二校的比較 從我們畢業以後的同學會 對 我可以感受到 然後辦的最好的就是我姐姐 比我早兩屆 所以你姐姐也是讀二校畢業嗎 對 她是五年 我是三年級嘛 那她大我兩屆 所以她五年級 對 所以她是五年級的時候才正式轉過來 你兩個國小的同學會都有嗎 還是只有一個 都有 但是一校的同學會比較多 是 一校的同學會比較多 因為我聽說以前 一校是大官的小孩讀的 二校是那個中等公務員的小孩讀的 我覺得這一點 有沒有這麼說吧 這一點我沒聽過 因為當時的廳處長大部分都住在 他的宿舍大部分在光華國小 因為早期嘛 比較早期建設 對 在我們的小朋友的印象裡面就是說 早期的房子它是平房 所以它有前庭後院 對 那到了像我上小學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已經 對 中西新村的土地好像沒有那麼多嘛 對 所以就開始蓋樓房 那像我們比較晚一點 所以我想我爸爸應該不是第一批進來的 對 所以輪到我們的時候已經是 是三層樓的那個光華四路那邊的 那個空心磚的房子 對 因此後來在蓋的時候 已經沒有那麼多的地什麼前庭後院 所以就是蓋兩層樓 那兩層樓的話 我們家是環山路209 209號 對 那是樓下 所以我們的院子都在前面 那小時候院子就是我的天地 他們都叫我綠手指 我很喜歡種花花草草 從小就養成了 所以你有外號叫綠手指 對 因為你很會種東西 對 種花 很喜歡玩這些泥土 對 從小就喜歡 我覺得你應該是一個非常乖的小孩子 你爸爸應該不太需要操心理 這個我在老師 在學校老師心目中 我絕對是模範生 我絕對是乖寶寶 聽起來也是乖寶寶的樣子 可是我很叛逆 很叛逆 為什麼 你最叛逆的事是什麼 我曾經離家出口走過 離家出口到哪裡去 從光榮走到光華 環山路的家 跑到那個 我們那邊後面的山 後面山上 對 然後去被蚊子叮得亂七八糟的 那的確是會令父母擔心 對 因為以前環山路山上都不是太平靜 不會耶 不會是嗎 蚊子很多 人不多 因為我們像有放假的時間 那些哥哥姐姐都帶著我們弟弟妹妹 鄰居同學 大家都是往山上去 因為你住環山路住過 環山路有很多鬼故事 你自己有沒有經歷過 當時沒有 但是有很多蛇我印象很深刻 有很多蛇是嗎 對 也有很好玩的 環山路確實有很多蛇 因為靠山 以前那個秘書長官迪 每次都抓到蛇 我有印象就是我一個學弟 他們家是住在樓上 然後是比較靠山 比較靠山那邊最後一家 然後他 那爸爸媽媽 我還記得姓廖 那廖爸爸廖媽媽他們是姓佛 那每一年都會從他們家裡面 用掃把趕出一堆的那個小蛇 小蛇 因為大蛇生小蛇 然後他就那個叫什麼不讀的 臭青 不是 不是 草花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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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群然後他就一邊念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就這樣把它掃出來 對對對 我印象很深刻 那還有曾經 樓上我們隔壁 樓上是講波波他們 那在那個樓梯口就會盤一條蛇 盤一條蛇 那早上一大早天差不多亮 那蔣媽媽就起床了嘛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掃落葉 從樓梯上面掃 要掃掃掃掃 但是因為天氣還沒有很亮 奇怪怎麼搞的 那個樓梯上有一個 軟軟的 然後不動 他就彎下去 然後用手要去摸看看是什麼 他就發現是蛇 嚇壞 我有印象 你怕不怕蛇 最怕 我除了蛇其他都不怕 蜘蛛也不怕 蟑螂也不怕 老鼠我覺得很可愛 我怕蛇 所以你是怕蛇 我被蛇嚇過 也是在中醫生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已經搬到 環山路了 那禮拜天到第三市場 那會有外地人 帶了一籠一籠的蛇來賣 來第三市場賣蛇 對賣蛇 就是鐵籠子 然後我跟同學去逛市場 結果同學 我完全不知道有蛇 結果我逛逛逛 然後同學就說 欸王爽啊你看那邊 然後我就一看 就在我腳邊 就一個籠子 然後裡面蛇就這樣 我就嚇著叫了然後就哭 我怕 對那個時候被蛇嚇到 難怪你會怕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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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生其實 確實特別環山路一帶 也常常有蛇 我只要看到蛇 我頭皮就發麻 然後又怕又愛看 所以你 我這麼想要請教王老師 你在中醫生從民國四十七年到現在 其實也住了六十幾年了 快六十年了 六十 六十年了 那你對中醫生的印象最深刻 要從哪裡說呢 印象都很深 你就是腦海裡想到什麼 我們就要講這個東西 好 例如說人 人 或者是事 好我先講人 鄰居 大家相處得非常好 然後就像是一家的兄弟姐妹 我印象中我們的樓上是 蔣哥哥蔣昌成 他現在是外交官 應該退休了吧 在美國吧我也搞不清了 他我們兩家的兄弟 我們家五個 他們家三個 在我們那個年代三個算少 五個是正常 我還有同學家裡是十個孩子 那我們兩家好到 跟爸爸媽媽講說 不要有籬巴 所以我們兩家的中間 因為我們樓下他樓上 我們是要把那個七里箱拔掉 把它故意踩成一個道 然後我們直接這樣上去 那後來我們記得常常跟爸爸媽媽說 可不可以把那個屋頂挖一個洞 然後一根鋼管 我們爬上爬下比較快 小孩子啊 就我們就是要用爬 我們連繞到旁邊去爬樓梯都不想 對 就好到這樣 所以那已經非常好 對 所以後來你家有打一個洞嗎 沒有 不能啊 那是我們小孩子的天荒夜堂 對對對 小孩子想法 想要玩就可以爬上去爬下 對對對 然後也常吵架 可是現在草草等等又好了 對 這是中藝新村其實很多行政眷村 很多眷村都有這樣共同的 差不多這樣的回憶 就是鄰居左鄰右舍 可以說是非常令你感動 非常令你感動 那剛剛王老師提到 他跟著爸爸從彰化來到中藝新村 台中彰化出身 他在彰化出身 然後從台中來到中藝新村定居 那現在其實也是一直住在中藝新村裡面 是的 沒離開過 那從光華一校 中藝新的學校幾乎都被他讀變 是的 一校二校還有光復國小 還有這個中興中學 對 其實都被他讀變 所以他其實在中藝新村 他剛剛提到一個 第三市場有賣蛇 是的 這個我們以前都沒聽過 第二市場有賣蛇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知識說 過去曾經有那個 賣蛇很瘋狂 很瘋狂 人非常多 那他剛剛特別提到 住在這個光華四路四期 那個是建築師家王大宏 非常有名 那王大宏 因為他爸爸是外交官 王寵慧 王寵慧 因為曾經當過考試的院長 他這是台灣第一個 那個 受過完整西式教育的建築師 但是王大宏有個特性 就是木納 不愛講話 講話結結巴巴 所以他就口才不好 但他設計的非常多 國務建築館是王大宏的設計 那我們的囊底路也都是 囊底路不是 是另外的 我們目前三層樓的房子 大概都是王大宏設計 宿舍 那目前有幾個地方 你那邊是一個地方 還有光榮裡 光榮在光榮國小後面 也有一塊 另外在第三市場後面 也有一個三層樓 他大概只有這三個地方 那有一個公園的對面 對 你講長青公園對面 就是光榮國小 對 那那邊 那離光榮國小已經很遠了 那就是 你都要從側門看就看到 他是從側門那邊 對 我們有很多同學也是住那裡 那是王大宏建築師設計的 好 這是我們第一段 非常感謝汪老師來跟我們分享 終於心中我的家 我們休息一下 繼續來給大家分享 家庭教育 給我的一個人生哲學的啟示 我們休息一下 感謝大家收看